每天合上家門後 匆忙出城了多少錯過 我是王貴文 對於未來有所憧憬的我 受不了停留 但我更受不了盲從 所以我盡情嘗試 所以我沒事找事 對於未來 我們都有著同樣的不安 但我相信 一步一腳硬的走 看走一步算一步 是兩回事 追逐會帶我去哪 我還不清楚 但我正在 探索的路上 沒有他 沒有他 欸 我想到一件很酷的事 在散拍攝時 攝影 灘堵 、「燈光客帳尚惑左右。」 燈光燈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因為好玩 因為我們覺得交換禮物太無聊了 應該要做點 欸沒有我覺得交換禮物很好玩 還是要交換禮物 那是因為你沒什麼人跟你交換了 所以你會很期待他發生 所以我們那天就想說要 要做點真的有關愛這個社會的事 感覺好像很高大傷 可是就是其實純粹一個衝動 對就只是一個衝動沒有多高大傷 那為什麼是發揮包 喔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板腳車站 然後很多人都去往都往夜暗城方向走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你不覺得 盛蘭姐就是要一個感恩就是一個感恩的捷運嗎 然後就然後那時候我在吃麵包 就因為我剛好在吃麵包 後來我們就決定去買麵包 有遇到一個教授 跟我們聊了很多天 他是那種會開那種分手選修課的 很酷的那種台大教授吧 好像他在外面教吧 然後他就跟我們聊很多 很肯定我們年輕人做這些事情啊 所以那天除了我們也會跟那些街友聊個天 然後瞭解他們的情況啊什麼的 然後整個過程就讓人覺得不只溫暖 而且還有額外的收穫的那種感覺 這個城市大多數的人 為了肩負的責任 為了既有的身份 都過著自己不滿意的生活 在這個聖誕節 我們要用最符合我們的街頭方式 來傳遞溫暖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貼貼紙 我們當初為什麼要貼貼紙 因為玩塗鴉 因為我們就喜歡嘻哈嘛 然後嘻哈就很假頭啊 貼紙就是嘻哈界的名片啊 我們就喜歡搞這些東西啊 那既然我們想要一邊做我們喜歡的事情 那我們一邊也想要做我們原來要做所謂的溫暖的事情 那我們就把上面的貼紙呢 就畫個笑臉 然後打起精神 鼓勵大家 給大家一點溫暖 對 而且我們是亂貼 我們是貼在大家會停下腳步的地方 就比如說公車站 對 對不起 就是不要檢舉我們 對 然後越貼 就是越貼然後良心越不安 他想說不行 這樣真的不行了 回家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選擇就是 送給朋友這樣 就讓朋友去 貼在他可能 有人貼在電腦上面 有人貼在牆壁上面 嗯 我貼在就是書桌正前方的牆壁上 就是抬起頭你就可以看到 喔 對對對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 但是有用嗎 有用啊 屁話 沒有沒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就覺得 那時候覺得好煩好累喔 然後 如果你突然間看到那句話 就是感覺有人在對你講 你是這麼客套的嗎 真的 這是真的 而且有一次就是 我去停車 然後那時候我停在 那個樹林後站廣場 的一個大看板下 然後我停好 一抬頭發現我那張貼紙 然後 那張貼紙是已經 顏色已經沒有了 變白色了 對變白色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他還在那裡 嗯 然後就覺得 哇突然間看到 就有接手的感覺 I still the same man 都好像沒有 都好像沒有 哈哈哈哈 寵物是我們 很多人 不可或缺的夥伴 有他們的陪伴 生活總是充滿著歡笑 雖然家裡的鞋子 枕頭 沙發 常被他們抓得 破破爛爛的 但是 他們仍然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即使工作忙碌 不能一直陪著他們 但他們都能帶我們回家 就像每一個你 對世界都充滿了好奇 就像每一個你 對未來都充滿了恐懼 在蝶狀之中 不斷嘗試 在嘗試之後 找到溫度 就像每一個你 一旁 那一集 可以 在盛景後 還有一集 我會選到 我們 那一集 都是 一集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为什么要去流浪动物之家 流浪动物是谁提议的? 她的发想 是你吗? 不是为了让更多的女士 不是!不是! 我们是充满爱与关怀的人 我打不开了,再帮我开一下 你不要再帮我开了啦 她选小欲爆了 为什么发想? 因为那时候身边很多人都养狗 你们也有养啊 而且你那时候在犹豫要不要 你之前在犹豫要不要养 你的小猎 然后 而且那时候黄明志他们又出了那首歌 流浪狗 黄明志跟蕭敬衡 那是刚好逢十四嘛 就是 就是我原本就在想 那阵子他们又出了那首歌 那会觉得我fuck那就做吧 我觉得这样 就是蛮自在关心的 啊你们自己这样参加 你们感觉怎么样 好快乐欸 很累 真的很累 就跟顾小孩一样没有差别 但他会一直爆充 但是 你会感觉到他们是真的快乐 他还会唱歌 你牵着那些他都牵着 有那只静台 哦我们那时候有拉到一只狗 然后他很喜欢唱歌 我一开始很担心 我以为他是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哀嚎 结果他们就跑过来说 哦他就很爱唱歌 你就让他唱吧 他一直嗷嗷嗷嗷嗷 啊你自己耶 你自己今年 第三年你感觉是什么 有这么多朋友来 有什么感觉 诶没感觉 要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就是这种冰人 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样 不是冰人好不好 诶我也是很认真在弄这个 可是 你要说感觉的话就 好 我自己感触很多 因为像我自己 那时候一三生科 我没有 我没有养过狗 然后也没有遛过狗 然后第一次到东吴之家 的门口的时候 被强烈的震撼到了 哦你说那股味道 就那个味道 就狗狗很多的狗狗味道 然后 而且你还记不记得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 最后我们去的那一场 28号那一场 嗯 你们那天没来 然后 古代同盟会他们 的姐姐 就会开始在那边调侃 就是你从他的言语里面 你就听得出来 他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去 对 他觉得我们也带来一些效益 什么什么 而且他说我们 都服务的还不错 就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有越来越好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好像真的做了一件 对的事 而且就是跟 已经去到跟志工 可以当朋友了 你知道吗 第一次去就是 就是一个 比较不认识的志工 然后第二次去就可以 然后第三次去 就可以打皮哈啦 你堵哪里啊 我堵哪里 然后第四次去 欸要不要再来啦 这样 真的 现在我们六到 我们已经 后面已经六到 这么六啊 大概十六的狗 这么六啊 就我们都知道他哪一只了 就大概知道是哪一只 欸又是靖騰 真的很没有 又是靖騰 你就是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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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就试了一只 你又要带吃了 我很快就进入那个角色了 好不好 OK 我要跟你们说 因为我都会载他们下山嘛 然后 他们都会在车上跟我聊 那一天感觉怎么样 嗯 然后有人给的feedback 就真的就 很棒 就对他们来说 他可能不会想要 主动去参与这些事 嗯 可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被我们带去的时候 他会突然觉得 欸这件事其实也蛮酷的 就是关怀这件事也蛮酷的 然后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当下就真的觉得 所以我们明年还要再继续做 所以我们2020要做 今年 可是我觉得 希望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要讲话 我要讲话 好 我要讲话 好 讲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最棒的 理念是你之前讲过 就是理解大禹帮助 我真的觉得其实 段段的几个礼拜 我们给他的帮助 其实真的不多 可是我们让很多人理解 对 就起码是了解这件事情 像我 像我也跟他一样 就是本来是 就是没有 找过动物啊什么的 然后去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 就是要养 一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 嗯 没错没错 我的感触就是 其实我刚 流浪动物 流浪狗 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因为你是单身狗 我们都是渴望被领养 你知道吗 我没有宗教背景 也不是慈善机构 但我们深深相信 做人要有温度 就像往年一样 就像往年一样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可以只是关心身边的朋友 可以只是跟早餐店阿姨 说声谢谢 我们 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 发挥下去 因为 对我们来说 做个有温度的人 就是一件 空 object 全面好 既然是